江西永修有不少洪区的居民 在安置点暂住几天之后 涉嫌回到家中整理收拾物品 导致滞留在洪区十分危险 安徽省消防救援总队各支队 为他们加大保障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九江永修县的灾情 从被洪水淹没的房屋 农田 道路 树木可见一斑 周房村及周边地区 遇困群众已经疏散 洪水已经将多个村落围成孤岛 记者随救援队行进在洪水中 体验搜救艰难 各种水面和水下情况 都要随时留神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状况 对 特别低的电线 我们要调整一下 船的这个方向 速度 直走 直走 对不对 直走 电线杆只被 已经淹到了 只剩下一个头 电线还露在水面上 目测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离水面不到一米的距离 要趴下 过这个电线杆 尽量往下趴 偷进 过哪里 偷了 怎么样 刚才被撞到了 刚刚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电线撞到了 还是被什么撞到了 幸亏队长及时拉了我一把 头上正好也有这个头盔 如果没有这个头盔的话 估计刚刚那个招中得不轻 所以这个水面上情况 是特别的复杂了 因为随时前进 随时要观察着这个水面下的情况 还有水面上的这个情况 真的是跟在平时 在湖面上水上划船的情况 真的不一样 风险是非常的大 挑战也很大 搜救的舟艇 在洪水行程的江兴州 继续搜救受困群众 不断发现有人求助转移 救援队看到一名女子抱着娃娃 立即上前帮忙 很快将一家四口人 转移到两艘橡皮艇上 有救援队员相助 这位母亲和两岁的女儿 总算脱离险情 并且平安回到堤坝上的高地 就在准备告别时 娃娃开口道谢 真棒 再见 会不会说 再见 拜拜 好 大家回家吧 凤凰卫视 蒋晓峰 富托 江西永修 三角乡报道